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磕字,磕头的磕。 磕字的国语注音是磕,一声磕,磕磕,一声磕。 磕是敲击碰撞的意思,如《红楼梦》第八十次回有,谁家每个叠大玩笑磕着碰着呢? 所以凡是两件东西相互碰撞都叫做磕。磕破是说一件完整的物品被打破了,磕头也就是扣头,是跪下去用前额碰地。 这在礼节中是最隆重的了。 又有一种昆虫叫做跳米虫,只要按住它的身体,它就会把头一挑一挑地挑个不停,所以又叫做磕头虫。 而一个人如果礼貌过分周到,不时地鞠躬哈腰,也可以称它为磕头虫。 至于咸磕牙,是指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谈笑而言。 磕磕,则是指水冲击石头相互碰撞所发生的生意。 磕磕是指因疲倦而坐着睡觉,只是现在多写成这样的磕睡了。 磕也念磕,国语注音是磕恶磕四生磕。 磕是用牙齿把东西咬开,如磕瓜子,但也可以写成这样的磕瓜子。 这个磕子,国语注音也是磕四生磕,当轻轻咬开讲。 但又念和,国语注音是和额和二生和。 和和是话多的样子,而和然则是叫的样子。 此外,还有这个磕子,国语注音也是磕,和额克四生磕。 磕是忽然奏然的意思,如江鹰恨腹中游,朝露克制,握手和颜的句子。 而磕克则是流水的生意,如李赫诗,飞下双鸳鸯,糖水生磕克。 总之,以上介绍的这四个字,提分别是在部首。 部首不同,解释不一,运用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大寨了。 我们在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